这个来讲应该是一个稳定阵容 局部做调整 这样的一个阶段 他上半时可能 某些位置表现不是很满意 比如说歌舞这一边 或者是在中路 比如郭伍夫表现不好 他需要的是个别位置上做调整 结果在这场比赛里面 他还是大批量的去换人 这就让很多 就是看法国队比赛的 前面可能不太有机会 表情不能说 现在法国队目前这种状态 让中国队打得冷卫 说他打他狼狈有点难 有点夸张 但是呢 目前就是让中国队给他拼的 他就很难受 很难受了 是吧 显得是 已经是 显得没有办法了 你看 中国队现在 虽然阵型啊 不可能有点乱 但是现在中国队 在场上这种 咱们说协调作战 这种拼搏精神 显得咱们啊 是一直很有战斗力的球队 现在应该说 就是中国队越打越促速 对 法国队呢越打越着急 越着急 进攻的效果 反而越下降 又是卖杯的远速 你看 这就是很心急的体现 无奈之急 另外呢 我觉得这场真实赛呢 可能 啊 法国队拿中国队 有点想担人了 是吧 对中国队确实 刚才不谈到 大部分可能 中国队没有教授 不太熟悉 觉得拿上这比赛 没问题 可能这个 这球 看来 汪强吧 要捅他的话 又能进来 汪强啊 一直被依靠的 有点 有点发不上力 但是没想到 法国队遇到了 中国队 觉得是 这么难打 是吧 在进步当中呢 现在打到现在 没有一次绝对的机会 而今天在场上 啊 所有出场的 一些中国队的球员呢 我觉得他们在 啊 今天别人呢 要比他们在各自 啊 纪录部所效率的表现呢 要 啊 要超 要超出他们 啊 在这个能力 超出他们 在比赛当中 更大的付出 今天虽然中国队 进球的邓多祥 应该被大家记住 嗯 但中国队今天 场上的所有 上场的队员 从门将增城开始 后方线 中场 到自己的前锋线 所付出的这个努力 和他们这种 气质上的一种改变 都应该被大家记住 是啊 我们希望看到以后 中国队就是像这样的打法 有的时候 中国队的 比如说参加亚洲队的时候 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强者 但是现在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身边摆得更低一点 常常比赛都像这么大 中国队还是很有希望 现在 中国队 加上手边 11名队员 全在自己的35米区内啊 防守三驱 现在就是 你今天半场龙手 也得稍微往外出点 现在全都压缩这种空间啊 让你渗透的 只打过顶球啊 也就是不足15米 所以像这样的传球呢 想直接圈越 穿越 除非很精准 而且要跑路很远 都危险 边路完全空了 看法国队能不能够进一球 又是增成的一次扑球 你看 余海儿可以说的 什么自己的小近区六马线的 这个延长线里边 这种防守的积极性啊 这种在比赛当中 相互之间的啊 协同作战 互相之间弥补 是正式啊 这种自由挑战比赛啊 向世界冠军挑战啊 这种强烈的比赛 球胜欲望 使中国啊 现在这些小伙伙 球员呢 在比赛当中啊 这种表演出 顽强的拼搏精神 这好像又是帮强吧 刚才王强就有点受伤 但是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这次可能在冲转过程当中 又出现了一点小伤 恰恰这个锻炼的味道 今天好像颠倒了一个个 这中国队不光在这场比赛里面 首先锻炼了防守 另外打反击的时候 定位球的时候抓机会 也锻炼了 现在是锻炼如何在领先的情况之下 面对对方的大局反攻 抽劲了 有点抽劲了 他之前就曾经下场治疗过一次 可以理解今天拼这么凶 上一堆联赛呢 是30号啊 光潮代表这个 他是效率俱乐部 长沙金德嘛 在主场 对陕西中间地产打的这个联赛 双赛1比拼得也很凶 那场比赛的这个对抗相当强 然后马上第二天集中 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刘云旺 打的胜不真 颖呦这个机会很有 颖な 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